耳湾公司不再盖新房了 要退出新房的建设市场 而且呢是在六个月以内 那么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会对耳湾的房子造成什么影响呢 大家好我是在耳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几天呢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消息 反正挺多人来问我 而且呢看到网上有一些人发的帖子说 要赶紧买呀再不买没有了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担心啊 首先呢他这里写了为了什么呢 简化运营降低行政成本 为了预期的这个市场的降温来做准备 这个呢难道是全部的原因吗 其实倒不是的 首先呢要知道房地产在建造这块呢 它是一个重成本的一个行业 耳湾公司呢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建筑商 它无论是从材料还是规划还是人工 它的成本呢其实都是高于 全国性的这种大的建筑商的 而且呢这种区域性的波动 是非常影响这个公司的银根的 也就是说它的资金储备 它不像那种大的建筑商 它是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去协调 甚至说因为它采购量大 它可以做到极低的这种成本 耳湾公司它做不到 对于它来讲呢它是不能压钱的 它必须的做到快速的周转才可以 大家还记得吗2021年那时候 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什么物流也涨 材料也涨人工也涨什么都涨 那么对于它来讲的话 就必须压更多的这个钱进去 它怎么办呢 它就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它把那个光谱中心那边的楼盘 从100多万后来呢拉到200多万 大家还记得吗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所以呢在耳湾就开启了一个以新房为主导 以耳湾公司为主导的一波涨价潮 从新房呢带动了二手房就开始上涨 因为很多社区呢就只有耳湾公司自己在做 那么呢如果你想买到这个社区 你就必须接受它这个涨价 所以呢它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 其实呢从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 耳湾公司对这个资金的这个渴望的程度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呢不确定 所以呢它也不确定 它有没有足够的这个钱去压 所以呢这个是我认为它退出 这个新房建设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之后耳湾还会不会盖新房呢 当然会了 接下来呢耳湾公司规划呢 就是把一个社区的设计规划甚至是建设全部交给其他的公司来做 那么呢我认为这个比较可能性的就是交给这种全国性的建筑商来做 那么对耳湾的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呢是这种全国性的建筑商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而且呢它的定价呢也会更合理 第二个呢就是在房屋的类型上 可能也趋于多样化 也就是说呢你很多种类型 很多种造型 很多种设计 你可能都会建得到 那么对于二手房来说呢 因为这个市场到时候它不会以新房的这种涨价为主导 所以呢它整个就是说二手房的市场 它也会趋于一个合理的价格 趋于平稳 而对于耳湾公司来讲呢 它卸掉了它的一个重成本 也就起到了这种简化 或者降低成本的这种目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发展呢 咱们就拭目以待 另外呢还有一个提示 就是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估价估价估价 这个别什么价格都往上上 这个呢也是保持你的房产和一个竞争力的关键 更多的问题欢迎单独问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